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陈彙 我也是要你嘛 只有你睡了 今天是场景生活 你来吃吧 是 溺水患者被救上来之后 很多人觉得需要对他进行控水 比如说溺水的儿童 有的人将他拎起来 头朝地 甚至拍打他的背部 然后采用倒背奔跑的方式 其实这些做法都是无效的 我们的肺就像海绵 吸进去的水 是不能够通过倒立人体 和简单的拍击 把肺里的水倒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尽快地对患者 进行心肺复苏 首先压额抬合 开通气道 心理患者口腔中泥沙水草等异物 然后捏住他的鼻子 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 两到五次 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交替进行 按压的部位 胸部中间 两手掌根重叠 食指相扣 双臂奔紧 利用肩部的力量 向下按压 一般我们是按三十次 吹两口气 按三十次 再吹两口气 按照三十比二的规律 对患者进行持续的抢救 直到复苏成功 或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如何防溺水 牢记六步 一 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三 不再无家长或教师 带领的情况游泳 四 不再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五 不再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六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不擅自下水施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